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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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算是一个热点 因为我觉得关于赛博恒克本身 赛博的部分我们聊了很多了 做一个科幻的分支 我们不少聊 从没害人聊的时候就开始聊 然后到现在所有人都来聊 也差不多了 想说都说差不多了 我们要聊一聊 这个punk相关的事 就这期的标题 有很斗歹 可能就杨毅老师看了不高兴 因为也是用了朋克霓虹系列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其实是能够希望把聚焦 更集中在这个朋克这个词上 为什么赛博和punk结合起来 这个性质就变了 或者说是他就会有一种 对于我们来讲 他在文化上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包括说是赛博朋克2077 这个游戏 总体来说的话 玩了差不多180个小时 超假的 包括所有的分支 然后结局都体验过了 以及地图上所有大铁棒的任务 都清了 你们玩RFG就吓人了 是什么动机促使 我想出这一期节目主题 因为他音乐方面 音乐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很厉害 有新的朋友可以知道 他的任务基本上都是由音乐 名 就是歌名 或者说是音乐史上很著名的典故 是的 来串联起来的 就像新闻家斯 他基本上贯穿了 就是整个爵士乐 对 运动史上的 就是说著名的歌曲 然后你从这个歌曲 然后你想到人 对 Averse plus three 或者说其他 类似于这种 四弟 那么在这个2077里边 你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一个重要的人物 Johnny Silverhand 枪定人手 金奴里维斯 他本身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 这样一个人物 他就是主角 对 他是客观上 事实上的主角 他本质上就是一个主角 然后他玩音乐 他玩音乐玩的是什么 他的流派是Hardcore Punk Hardcore Punk 硬核朋克 就研究过这一块时候 包括说他们所选择的音乐流派 以及是他所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 挑大拇指 太赞了 非常懂 非常懂是吗 非常懂 就是如果说他只让 Johnny Silverhand 约翰 那个强敌人手 成为一个朋克 还不行 这个事不怎么着 他就很形式化 但是他是个硬核朋克 这事牛逼了 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对 我们这些聊聊 这个哪里不一样 是吧 哪里不一样 那么就是包括说这个Summery这个信声 信声就是他们在那个他们找了瑞典Refuse的这个乐队 来作为就是那个Summery的这个这个演唱者 演唱者 对 那么包括说在现实中Refuse这个乐队也是以特别强硬的政治态度 以及Hardcore 胖的这个风格 对对对 这样一个就是强硬立场来著称的 以至于是什么呢 就207发售之后 国外音乐社区对于Refuse的 对于Refuse在2077里边的表现 评价不好 为什么呢 你们不激烈 你们妥协了 你们妥协了 你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斗争性不够 还有这一处 就你背叛了工人阶级 好 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 但是总体来讲 作为一个商业作品 其实Refuse在里边已经尽量的去展现出了 Hardcore Punk对于他的思想性 就是剧中人物的思想性 和他的行为的这样一个传递 或者说是表达 这一切你要从这个就是 Punk的整块 他的严格或者说是发展的过程 说起聊 所以我们这期要聊一聊Punk 从诞生到发展 特别是要专专门聊一聊Hardcore Punk的特点 对 就是有关Punk的反叛斗争 和他的愤怒的来源 以及解决的方法 我们可能会就是 相对来讲展开聊一聊 但是必须要说什么呢 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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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虽然说听摇滚乐二十几年 但本身来讲 原来站在这样一个不专业的立场上 弹机音乐 不敢论说 不敢论不配 真心成义 我说摇滚乐这个东西 这个话你聊起来 真是经常打架 但肯定是经常打架 包括说是 我很早之前 很早很早之前 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孔一己的改写 好家伙 对 其实就是说金属和朋克之间的这样一个 对 这期我只要是听着 因为我是听金属 我从小到大就只听金属 我跟你讲 当时写的那个什么 就是鲁镇的秦航的歌曲 通常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对 一路说回来 但是这些主顾 往往都是穿短衣的朋克 往往触手没有这么阔绰 只有穿皮衣的金属 才会躲进后面 慢慢作合 可以 但是我们这一期 其实谈及Hudcore Punk 如果我们聊完之后 你会意识到 就是说这一个分支 或者是一个流派 它在摇滚乐的这样一个音乐性和思想性上 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成上几下 而且就是关于朋克和金属 这种就是分野 或者说彼此对立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在Hudcore Punk 这样一个流派里边 它是有一个有机的融合的 然后同时也 我们说一圈之后会说回来 为什么Sell Punk和2077 做选择这个punk 对 选择Hudcore Punk 跟它的这个主题如此的合适 对对对 那么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就追本溯源 说的稍微早一点 就是很多人一听到punk这个词 就是如果说把它做一个音乐流派 或者做一个文化现象 先想到什么 77年 姓手枪 对 Zax Visto 对 上帝保佑女王 对 英国乌仲府 来这套 这我都听过了 你笑 不不不 其实总体来说的话 Protopunk或者原始punk 它的来源还是在美国 是从美国开始的 而且它历史相当之早 你知道就是P特市 对 这个英伦入侵 对 英伦文化入侵 这个是很有名的事 对对对 其实总体来讲的话 就是原始朋克的这样一个启动 跟差不多英伦入侵是同一个年 跟P特市那个是 对 这么早 对 非常早 64年 64年67年 这样 就很多人们可能 认为 这个那时候能叫朋克吗 对 其实有一些这样的端倪 有些这样的端倪 我给你举个例子 可能就是稍微年长一点 朋友看过一套美剧 美剧启蒙 叫成长的烦恼 好家伙 对我没看过 变成怀旧了 很多人 对 很多人确实 变成怀旧了 当时姚文乐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酷的音乐形式 就是虽然说我们今天理解的酷 和那时候理解的酷 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老一样的 但是当时人们还是觉得 成长团团里边 有一集是什么 就是一个一家之主 他做了一个心理医生 在家办公的 就是非常很白领的 很media class 这样一个老爹 Jason 老爹Jason 然后他们家翻地下室 还是怎么着 把他年轻的时候的 野的时候的东西 对 把他一个路线翻出来了 然后是什么 是一个周历的 这样一个摇滚乐比赛 当时还有摇滚乐比赛 这个老爹一看 我草子公开处行 受性死亡 当时他都不是受性死亡 家庭性死亡 因为什么那几个孩子 贫毒贫毒 就青少年 看着自己老爹青少年 时候做那点荒唐事 你看咱爹梳的头 梳的油头 他还扭屁股 真恶心 就这样 总是觉得自己老了 但是他还是很向往 年轻的时候那种 Smile like teen spirit 少年心气 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这期节目 注意点少剧魔 这期节目真是容易 是会说 我尽量注意 你多提醒我 我都反应不过来 没事 然后就家人感觉很抱歉 就把他吸着队友 要重组乐队 都召唤了 给他开一party 就是说你的乐队要重组 然后你还是在台上 重演你 再耍一耍 Yesterday was more 然后包括台上 他之前队友都突顶了 地中海都突顶了 然后在那抱紧 在那 solo 他儿子过去跟大叔说话 都得敲人吉他 然后再醒 说那时候 说大叔 你们怎么记得当年的谱 说我们他妈谁认谱 就谈就得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就弹 就玩 就完了 其实这个里边 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一期里边 要说到这个 就是彭克起源 就是美国第一次车库摇滚 这个叫 这个是车库摇滚 车库摇滚 Garage Rock 和一般人理解的不一样 就那时候摇滚乐 那时候的摇滚乐 本身来讲 它无论是接触 还是演绎 其实都是有一定门槛的 是 对 所以第一次 Garage Rock这个风潮 本身来讲 其实很有意思 他们为什么会被这样称呼 是本身来说 它是一群青少年 因为兴趣凑在一起 玩出来的节目 玩音乐 玩音乐 这真正意义上玩音乐 而且就是这一批乐队 它有一个共同的本质 就是都是小地方的 中产阶级子弟出身 需要是小地区的 不是说核心大城市的地方 纽约 黄盛的 罗杉矶 那些地方接触的 就是文化思想很多 但相对来讲的话 就60年代 整个美国经济在升成期 地方 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 一个职业 就是无论是工人阶级 还是就是白领 或者什么 其实稍微努力一点 都会有一个很体面的收入 维持自己的家庭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有自己关于文艺 和文化方面的追求 他们凑在一起 但是因为本身 所在小地方的 这样一个原因 他们有很难接触的 多元文化 包括说技术 曲风 音乐的 这样一个启蒙的 元素的影响 所以他们总体来讲的话 曲风其实是很简单的 比较操 略操 他们对于音乐的认知 大多数来自什么呢 电视 那么曲子本身很短 因为它本身没有编曲能力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风格上就是密谣 节奏布鲁斯 总之就当时流行什么 来什么 但是总之 它是一个乐队 至少是个band 它是个band 它是一个乐队 这就是很粗糙 原始 懵懂的 Gary Rock 第一次 在美国的流行乐史上 这是第一次 Gary Rock运动 就是这个时候 对 然后这个时候 就包括说乐队成员 大部分都是年轻小孩 中学生 我说再稍微大一点 高中生聊不得了 对 但是在这个 有点想 社会上稍微有点影响力了 就是社会上会聊 说现在孩子都喜欢玩这个 对 制造一些影响力 那么包括说是 从少年到青年的 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他极其渴望的 就是获得来自社会 对于成人身份的认可 玩乐队 是一个特别好的渠道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大人做的事情 对 所以说我们说 他其实总体来讲 运动流派很懵懂 相对来讲比较幼稚 比较生物性 对 相对来讲是比较生物性 你可以把它视作这种 就是荷尔蒙发泄 包括说他们演唱风格 以及音乐本身表达这块 也会有一些 就嘶吼或者喊叫 但是就像 窝尔的 窝尔喊叫的 就好像你看着七色 还狗都闲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绝大部分孩子是好玩 好玩就完了 这个事昙花一现 你就过去了 第一次Garry Rock这个运动之后 留下了一些乐队 留下了一些乐队 但是这些乐队 就基本上 留存到后世的很少 很少 就非常少 这里边其实有几个 比较典型的例子 可以提一提 首先就是英伦入侵时期的Kings 奇想乐队 他其实在当时名头很大 这是英国乐队 英国乐队 对 他在当时名头很大 他和Pito Sheer Rolland Stones 滚石 还有The Who 当时并称为英伦四节 名头是很大的 但是后期是 主要在西海岸地区发展 所以他在当时 给予了Garry Rock 流行这样一个音乐流派 一个启蒙 可以说 除了当时 因为青少年玩乐队 首先从模仿开始 除了模仿Pito Sheer 模仿滚石之外 Kings其实他们的曲风 给予了当时的这些 高中生游游乐队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效仿对象 尤其是六四年 他们发两首单曲 一首叫You Really Got Me 一首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 这两首曲 在后世被誉为什么的 所有三和弦类音乐组是爷 最早了 整三和弦就能唱 同个是三和弦 说就是这个 说就是这东西 你看就是说 Pito Sheer也好 Rolland Stones也好 它里边还是有很多 对于既定 学历性的东西的追求 Kings这两首单曲出来之后 三和弦扫他妈的就可以 扫他妈的也可以唱 再后来就是更极致一点 一和弦也能唱 这是之后的事 对 包括说美国本土的 来自就是华盛顿州 Tacoma Sonics Sonics 这支乐队其实是在 整个彭克音乐发展史上 挺有名的 不能把它跟后边 Sonic的样子 音速青年 可能我都听过 不能把他跟音速青年混淆了 这个差太多了 后世崇拜他们乐队很多 包括涅槃 涅槃 涅槃 布鲁斯 斯布林斯廷 等等 这一类的就好多 标榜就是说 我从前世的这种 就是彭克仙祖的 这样一个精神遗产之中 吸取了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说的 就是这个The Sonics 对 这是美国本土的 车库摇滚 对 留下来的 能让人记住一些 对 包括说他们在曲子里边 呈现出的那种 就是音乐性的原始 就是他被作为一个车库精神的 这样一个项目 躁动的那种感觉 对 传送下来 那么就是包括说 他们发第一张专辑 Have Love Will Travel 这张专辑 其实在后世被人称为说是 第一张朋克专辑 The First Punk or The First Grunge Grunge 对 会有这样一个称呼 但是这个乐队在 就第一次车库摇滚这个时代 也是跟当时差不多 就人待不住 很躁动 他们从66年开始 就发专辑 然后就不停的换人 不停的换人 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最后变成一个特休斯之传 换到最后我就 全换完了 全换完了 和最开始组团人完全不一样 但就顶着Sonic这个名字 最后坚持到80年代 才解散 这个在就是第一代 所以一个朋克乐队来说 对 也不是说朋克乐队 就是第一代车库摇滚 这个浪潮 下边这个算长寿 那时候还没有朋克 但是被认为是一个朋克原型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The Monks The Monks 僧侣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僧侣 因为他们本身 无论是穿着打扮 还是是发型 都刻意走向 就是中世纪修饰的 这样一个状态 当时他们特别牛逼的 一个照片 就是五国人排排座 然后低下头 头中间 剃那个就是修饰的 就是中间地中海的 那样一个发型 然后这几个哥们 他的出身也很有意思 他们都是在德国驻扎的美军 对 所以说他 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在这个 就是音乐的思想性和 前瞻性上 有一个先天优势 他有一个先天优势 他包括说他们在驻军期间所遇到的人 遇到事 关于就是美国文化 对外起立 以及事实上对欧洲的影响 他其实都会有一些感触和了解 对 所以是他们好像 他们一共就发了一张专辑 对 Black Monk Time 就这一张 就这一张 风为经典 风为经典 但是就是后 他对于后世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就是 你可以在现在的很多的 就是对音乐性和思想性的探索中 仍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他们最开始组队的时候 就是在汉堡 在汉堡演出 对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消遣 但是 愿意组团去玩音乐 讲些思想性的东西 其实对于当时美军来讲 美军的孩子来讲 其实是挺难得的 而且他们解散也很快 组团两三年 之后就散了 但是就他们在整个音乐史上 是留下一笔的 在总体上来讲 其实六七年之后 第一代车会有滚 基本也就凉了 道理特别简单 孩子们高中毕业了 有真事 对 你想看六四年六七年 上三年高中 小孩毕业了 拉倒了 要么你上大学 要么你去工作 是 不整着了 搞点正经事 找正经班 还有点伤感 对 就不要在地下室或者车库里边 乒乒乓乓乓搞噪音了 这样 不玩了 但是也有一些 对于音乐有兴趣的人 去转向其他的流派 提升自己的技术 对 一个是提升自己的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想要探索 或者我在音乐这个方面 到底想要是 所以说他们其实就产生了很多分化 比如说走向艺术摇滚 Art Rock 或者Yes Yes那个乐队 对 比如说像Yes 或者说平克弗洛伊德 其实对 就他们本身的这样一个 这个种子是这个时候买 就比如说这种就是艺术性代表 Art Rock 包括后来华丽摇滚 Glam Rock 以及就是迷幻 像The Doors 大门 以及就是Hard Rock硬摇滚 硬摇滚 以及Proto Metal 就是前金属 前金属 前金属 金属 前身等等 在这个时候其实都埋下雏形 你可以把第一次车会 看成就是之后流派的这样一个启蒙 种子刚种下 对 种子刚刚种下 就好像我们刚开始谈R&B 或者刚开始谈爵士的时候 不会想到就是之后的流派 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对音乐性的追求 会衍生出如此之后的流派 这么重要 对 就这事就是第一代车火烧滚给朋克 这个就是文化现象 或者说是音乐流派 埋下来的种子 那么这个事是有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的 就是孩子们就用韭菜 一查又一查 你说他们什么呢 说的好像你不是孩子 就不是韭菜一样 我也是从韭菜过来的 现在也是韭菜 对 一查又一查 前一批高中生他毕业了 后一批高中生他又上来了 又入学了 六七年到七二年的时候 又来了一波 但是他们在音乐性的探索和尝试上 和当时第一波不太一样 第一波基本上都是十几岁 二十毛出头的这样一些年轻人 但是呢 就是在第二次车祸游滚 这个年代 就有一些相对来讲 比较老的人 这个比较老的意思 其实不是说那么老 就好像说 年龄稍大一些 稍大一些 就好像说00后和95后 你都是叔叔阿姨 但是在我看来 我操你今天让人陷布 是是是 对 是这样一个相对来讲 同期其实有很多乐队 在其他方面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安迪沃沃尔和地下斯荣 Wilbert and Ground 或者说The Fox Seal War Apple 这种就是在电子乐上 做极其先锋 尝试的这样乐队 但是呢 就我们主说的是 彭克这一块 彭克这一块 所以我们讲 就是说第二查人呢 在哪些方面的一个聚焦 首先是69年 The Stooges 丑绝这个乐队 他发行了自己的同名手砖 第一张同名专辑 这个事儿 是只要你弹其彭克 就没法忽略过去 因为就是 你就算没有听过这个乐队 一级波浦 这种经典老流氓 你总能听过吧 这个说了不会被打 没事 因为就是老流氓 包括和那个David Boy 两个人 每天喝五米三袋 然后开车横穿美国 这种事 都是他干的 就本身他出自 这个密歇根抓纳 后来呢 在底特律混 跟MC5 另一支在 就是彭克文化原型史上 很有名的乐队 混在一块 包括之前就是说 Sonic 我们之前谈到Sonic Monks 这些乐队 对于他的就是 音乐的内容 或者说是 音乐性的探索上 其实都有相当的启迪 直播 他们更进一步 在这种程度上 更进一步 他可能就是 吸取了更多的 有关旋律性的东西 但是在思想上上 也会有更多的探索 OK 所以这张专辑 其实他还打了榜 哦 彭克打榜 也不是彭克 那个时候还不是彭克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称之为彭克 但是他能打榜 但是他还打榜 就是说明说 他的音乐风格 或者说是 因为他有当时 虽然处于蒙昧混沌 探索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是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 那么很多人 你就算没有听过他的手砖 你总会听过一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呢 这句话叫 I wanna be a dog 怎么是这句 对 我想成为你的狗 好 行 不要跟我谈什么马七马 没有自个人69年就说完了 这句话 想他马七马的狗 但就 虽然他的态度 仍然是很混沌的 因为他并没有说清楚 我为什么想当你的狗 对 但是呢 就是这种破冠破摔的态度 已经成为了一个 就是基础的标志 他的制作人 这个就必须单独说一下 John Cale John Cale这个人 他就很有意思 他是地下私容 你记得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乐队 是的 他是地下私容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成员 而且他在整个 原型蒙和蓬河运动里面 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对于音乐的实验性和先锋性 非常重视 地下私容 评价最高前两张 就是安迪沃河大象胶 还有这个就是 We'll wait and ground and Nico 地下私容与Nico 这两 White light White heat 这几张里面 他其实就是参与的成分都非常重 但是呢 地下私容呢 他是一个特别典型 内卷乐队 非常内卷 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文化理念 要互相产生冲突 不断往外踢人 开始是跟一个Buffer艺术 搞在一块 后来 李念不合 把那Waffer踢了 后来跟Nico合作 跟Nico音乐 李念不合 把Nico给踢了 然后呢 乐队主创两个人 John Cale和Laurie的 老李 这两个人 音乐理念不合 John Cale走了 后来到了70年 Laurie的对于这个乐队 我感觉很悲观 我看不到前景 我也退队吧 就解散了 这个乐队就解散了 其实就是到73年就解散了 就老李退队之后 其实他失去生命力 维持不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乐队 就是MC File 发了一个首专 现场专辑 实际上就是很粗糙的一个 现场综合的内容 就Kick out the James 这个乐队其实来源很有意思 它是来自于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什么 这个小镇是林肯公园 是吗 对 就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叫密歇根州伟恩县 林肯帕克市 它不是那个 就是只要个名字 叫林肯帕克 林肯帕克 不是 不是林肯帕克 对 然后呢 这个乐队 它本身在底特律 这个工业城市成名 然后它态度很激烈 音乐性一般 但是态度很激烈 包括他们发专辑 就是写的什么 Kick out the James motherfucker 但是就是制作 包括制作人在内 很多人啊 就觉得你他妈要疯 不能因为在当时 你就是在音乐方面 大部分人认为音乐 它还是个很重要 很体面的东西 你在这儿 motherfucker 这不是很香 所以后来这个 他们专辑的文案 就被改掉了 改掉之后 就是说乐队觉得 你这不怎么着 但是后来向资本主义妥协 卖钱了 就这么地 所以这个时候 在第二次车会摇滚这个时代 这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车会摇滚的流行风潮 这个时代 就是后世彭克月的迹象开始出现 它代表性包括什么 简单的和谐 快速的脏乱的曲风 包括说是 它在编曲的时候 刻意的忽视旋律性 更重视的是什么 就是吼叫 以及就是现场的这种 就是强烈的刺激感 故意往不在调上整 往脏里整 往脏里整 但是就当时人们因为想象力有限 所以还没那么脏 我们说特别脏 是后来雷蒙斯出现的时候 特别强烈的节奏 非常粗糙原始的现场风格 而且就是当时 在彭克这个名字 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些很彭克乐队了 比如说有些乐队 它是活在现场里的 就不出的专辑 他想出他也出不了 就是有一个乐队很著名 DES 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叫死亡 DES 然后就是他们的曲风 其实对后世的 就是hardcore和金属乐 都有启发 很多人说 就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启发了 但是很诡异 很诡异 是他们没出声机 因为很离谱 很多人是现场听的 对 但是他说我受启发 你怎么知道 鬼知了 这个乐队从71年开始 在米歇根 底特律 各种地方去巡演 各种伴去巡演 音乐态度很激烈 现场也很过瘾 但是一直没有公司看上去 唱片公司 在六七十年代 唱片公司对于乐队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到七四年 好不容易 要和公司看上他们了 要公司看上他们了 看上他们就说 你进棚吧 能录 能录 可以录 什么样的乐队 我没录过 能录 可以录 其实乐队人也挺高兴的 说终于录了 这么多年了 总算能录一张棚专辑了 进去录了 录了一半 公司说你们乐队改名吗 为什么 不改 我们顶着这个 就是名号 已经学延很多年了 不改 为什么要改 你这名字不好 谁他妈听Dance 死亡乐队的那个哥 没人听 没人听这 你要想出专题 必须改 然后哥们几个 在录音室拍桌 不录了 不录就不录 不缺你一个 就走了 就黄了 这事是黄了 没录成 后来Dance在75年 应该是也解散了 就没了 对就没了 但是后世人都说 他对于彭克月 和军事属的影响很深 谁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行吧 对 我们前面讲 这个就是车户有滚 这两块 Gary Rock 两个世代 其实主要讲的是 音乐性的来源 后边我们其实要说一说 就是彭克自身 与时代的关联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 彭克一方面在音乐 在艺术追求上 逐渐的 产生了演化 一个是产生演化 另外一个就是 时代催生彭克 我们要重点谈到这一块 以及地下音乐的 这样一个态度来源 我们就正式说 问一下 就真正的彭克 到来的时候的样子 为什么我们讲说 前面都不是真正的彭克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过得还挺好的 日子贼滋润 日子很滋润 不存在现实的基础 彭克本身 它是一个与社会现状关联 非常紧密的一个形式 包括说我们提到的 无论是现实中的彭克文化 还是我们为各种先锋文化定义 比如说是像柴油彭克 蒸汽彭克 其实本身的前提都是什么 这种所谓带有彭克的名词 一定是存在在一个有病的社会 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解释 社会的病症 以及你面对的得到答案的问题 彭克就会出现 确实 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是以美国来举例子 二战结束的时候 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 全世界都打烂了吗 全世界都打烂了 美国很开心 农产品输出 那可不是吧 工业品什么的 全球7%的人口 剩下全球42%的工业品 将近一半电力 一半多的钢铁的使用 就大量的需求 然后这边生产正好满足 80%的汽车 这都是美国人干 战后外有就是欧洲重建的 这样一个刺激 内部有就是说 从罗族新政之前 大乔条 然后到整个二战 实际上这个需求 被压抑了20年 谁他妈不想吃好穿好 然后一下反弹了 一下就迎来了一个 就是黄金的增长期 那么就从46年 73年的时候 整个美国经济增长 其实是很喜人的 那么所有地方的主旨 都是乐观和繁荣 未来一片光明 一片光明 所以跟你讲 就是64年到67年 这个车会要过 小孩子翻不起大腊 小孩子过得好 你知道 闹一闹 小孩子闹一闹 一开始干争事 开始赚钱了 就不行了 这些事了 是吧 你看老谁也小谁 对吧 你看你天天在这玩音乐 行 大概是这个意思 而且当时确实是这样 因为总体的需求的高涨 使得当时高中学历的工人阶层 完全可以靠一己之力 去养家 而且是小康 包括说我们在辐射 这样一个特别典型 对黄金时代的追忆里边 你可以看到 一个特别典型的美国式家庭 小院 对 它的中产阶层是一个什么样子 而且在当时的美国 因为经济高速增长 很容易达到 很容易就过上这样的生活 对 而且你看那些生活 包括单独院子 配套什么的 城市的规模在飞快的扩充 原来是郊区野地 你来一块地 盖一个标准房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是婴儿潮时期 那个时候美国建那种 这类的小型的别墅 都是模组式的 建的巨块 对 有地就层层的 就都有 对 所以说就当时整体的 就是经济形势非常乐观 而且在商业上 因为就是各种需求驱动 全新的模式也在不断的开展 包括说我们 今天看到很多就是supermarket 超市 超市的定义 连锁加盟 这样一个 这是麦当劳干的 连锁加盟 这样一个概念 包括就是海运 陆运 空运的很多标准 物流等等 就是所有凡是涉及到工业 制造和建设的东西 都是信心向上 但是问题来了 资本的本性 它是逐利的 它是逐利的 这是金融资本高速的那种独立性 它不断的追求增值 而且有追求增值的效率 那么对于美国本土来讲的话 如果说在海外的劳动力市场 能够带给它更高的利润 很快就开始 那么它就开始琢磨 往外走 对外攻城掠地的过程 我用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讲 它叫全球化 实际上对于美国本土来讲 它就是一个产业空心化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不至于我们说 觉得好像从90年代开始 没有 早就开始了 这套东西早就开始了 在73年的时候 它整个美国的经济 开始出现一个下滑 这核就是71年的时候 脱离布雷德森林体系 就是和黄金矛定的货币 这个是有一个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从60年到70年代 整个美国的跨国大企业 company 公司 它的境外投资是增长了8倍 那么美国 整个美国的五分之一的工业产能 完全转移到国外去了 工业产能转移到国外去 国内相关的这样一些劳动力的岗位 就配套 消失了 它就消失了 那么怎么办呢 人们过得不好 这个时候 货币 它又产生了问题 它不能和黄金矛定了 对 它开始通胀 美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纸币 真正的纸 真正的纸 而且就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从布雷顿森林到后期 这个过渡期里边 美元还没有和石油 那个时候还没有和石油重新谋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慌了 那么从70年代开始 有一个长达十余年的滞胀期 这个滞胀期到 滞胀指的是经济停滞 加通货膨胀 想想都吓人 对 那么这个周期是长到什么时候了 长到里根 那么吵 对 长到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对 这个势头才抑制下去 当然我们在这不是说 就非常详细讲的经济学 我们不懂 高中历史其实还带了 对 其实是比音乐还不配 对 包括说是欧陪克对美国石油禁运 美国原油狂涨价 所有的能源成本都上来了 这些都是时代背景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东西 对于人们的直观反应来讲 是什么 好日子不在了 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 人们一方面来讲 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产业空间化 岗位转移 没工作 人们没工作了 失业了 另一方面通胀了 你发现他妈的 我有工作的时候 这个价 和我没工作的时候 价完全不是一概念 离谱 所以说当时 有一个传递叫什么 叫说美国梦正在消失 甚至说75年 时代周刊的时候 有一个封面故事 我们知道 就是时代周刊是 他的封面非常偶名 都是跟世界 跟社会运动 这些东西相关联的 比如说白报党 黑报党 苏联 戈尔巴乔夫 赫鲁修夫等等 这些都很重要 75年时时代周刊 有一个封面非常牛逼 资本主义能不能存在下去 那个时候就时代周刊 直接整 对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 不是说今天 在吹嘘 资本主一直胜利 永远胜利 不是这样的 当时东西方冷战 打得有来有回热闹闹 然后越战的泥潭 到75年才摆脱 而且也是大败亏输的 这样一个状态 在所有地方 你都看不见赢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工业制造业 向外转移 日本人都会花花的往里输 就包括说 所有人对于日本的恐惧 就是从那时候中在根儿的 如果说你看80年代 拍的电影 像RoboCop 对吧 在底特律 日本人控制了底 这个都是那时候 留下的病根 所以说 时代走向下坡路的时候 朋克就单身 朋克本身是 收和基础有了 对 朋克本身是源自于 疑惑和愤怒的 尤其是 当他被时代洪流裹挟 我他妈没做什么错事 然后突然 我为什么失业了 我为什么失业了 我为什么找不到 吃饭的地方 为什么买不起吃的 为什么东西那么贵 为什么就是 其他人 有很多人和我境遇一样 这些疑惑和愤怒 他在社会体系里边 得不到解答 所以说 这种就是 朋克发生 朋克文化发生的源起 他和 就是整个社会的 这样一个倾向 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 朋克时代 正式拉开帷幕 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就是73年的 纽约的CBGB 这个俱乐部的 正式开业 CBGB这个俱乐部 他其实不是为了朋克设立的 CBGB的本意是 Country Bluegrass and Blues 乡村音乐 蓝草音乐 布鲁斯 布鲁斯 这个创始人当时想 大家搞点轻松闲适的东西 不要搞得那么剧烈 但事后 这个整个俱乐部的发展 也没像他想的那样 因为什么 就是这个创始人 希丽老哥 他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来文演出 首先你要原创 他很尊重创作者 你不能说 你组个乐队 你翻唱 唱点别人的歌 唱点别人的歌 你技术再好 不行 首先你要原创 技术放第二位 这就吸引了 当时很多的 也是青少年组队的 原始乐队 来他这蹭场子 碰运气 这是奇异 其二就是 当时纽约的地下游滚 underground的概念 风生水起 underground是什么 已经出现了一些 我不像主流文化妥协的 这样一个文化苗头 其中代表性就是 New York Doss 纽约妞 这个乐队 不要以为 就是它是一个女子乐队 纯爷们 但是都是女装大佬 你今天也讲 女装大佬 其实那在开始了 谢谢你 早在那之前 就整起来了 早就整起来了 他和当时的 Glam Rock 就是华丽摇滚 这个风格还不老一样的 就没有刻意去模仿 或者说描述 就是女性表达 当然了 就是他们音乐里边 很多时候就模仿 Mic Jagger Roland Stone 对于Mic Jagger 这个人的评价 就历史上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句话很著名 就是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无论男人和女人 都对他发情 好 是 他在性方面 魅力就是这样 所以纽约妞当时 就是很模仿滚石的 一个全省时期 然后其他纽约地下乐队 就模仿他们 所以你看着整个 就Underground 正在走向一个 不老队的 不老队的这样一方向 但是Underground 他本身是要挣扎出来的 如果说对艺术史 有兴趣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一个名字 叫Frank Zappa 这个是跨界的艺术大佬 他当时对纽约的地下运动 有一个地下艺术运动 他会有一个定义 他定义是什么 不是说你说地下 你他妈就地下了 不是 你在地下混不出来 你在哪也混不出来 你要有这样一个觉悟 我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主流 但我不 就偏不 我就不 这才叫地下 我能 但是我不去 我不与你同流合污 你呀走开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他奠定了 彭克本身 underground的这样一个气质 这个比杏手枪还要早了 早太多了 早太多 而且CBGB和杏手枪 它关联性是非常强的 我们之后会讲到 77年就是英伦彭克爆炸 那么这个时候 雷蒙斯 我们整个彭克文化 历史中最重要的乐队之一 堂堂登场 七四年 在CBGB 七四年8月16号 这一天在彭克历史上 就好像说是 民谣的新港民谣节 或者说现代摇滚 伍德斯托克 没有这一天 人们会说这个事 但是有这一天 它就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 人们没有想过 一首歌唱一分钟结束 是 他们就是雷蒙斯 上台当天唱六首歌 十分钟 六首歌 唱完了 就唱的有多快 以至于就顶下人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然后唱完了 唱完了 演完了是吧 雷蒙斯 他们几个人在现场也很尴尬 就第一次上台就这样 好像不是很对 那怎么办 我们再唱一遍 现场就把这六首歌又唱了一遍 但是他们带来 嗨起来那种 其实是从那个时候 CBGB的朋克演出开始的 那么雷蒙斯来了之后 就是演底下 当时很多观众 后来都成立了自己的乐队 被他深深的影响 是吧 我操音乐还能这样玩 还能这么搞 太牛逼了 底下有一个老哥 就是亲历的老哥 Lex McNeil 这个人就是后来写 这个就是CBGB传记 他讲这一天的经历是什么呢 说上台这些人 跟我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就之前看到乐队完全不一样 我们以为他们是CB式的 不是 这些人全都穿着黑皮夹 戴着墨镜很酷 然后就开始数 1 2 3 4 然后就开始 开始猛噪 你知道吗 就是一面生强 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想到 就是音乐会 排船倒海这样一个气质 向我冲过来 然后就这些人看着特别邋遢 完全不求鞭符 就我们对于音乐认识 这些人很精致的 很art 对 但是我们看到是 让穿PR上的大哥 因为当时你想想看 战区主流还是 Glamrock artrock 这些东西 但这些老哥们 穿上PR上 一顿盖 别人以为 开玩笑 然后 新闻艺术 老哥说我们演完了 第二 整完了 所以说 彭克在当时 对于先锋音乐 这一个领域的冲击 也是如此之大 包括说 Legas McNeil 这个老哥身受感染 他之后 就看了这个演出之后 就立志要传播这种文化 所以在75年 他出了本杂志 这个杂志的名字叫Punk Punk 很著名的 Punk杂志 Punk杂志 对 这个杂志 它是来介绍 纽约地下摇滚的音乐和乐队 包括后边 就是 Televation Blondie Talkinghead Suicide 等等等等 就是当时的纽约第一批 彭克潮 这些乐队 他们共同特点是什么 就是技术相对粗糙 但是表达欲望极其强烈 而且现场极度的生猛 明白 非常勇 而且这批人 他和最早的第一次 第二次车回合滚的结构 又不太一样 他们里边有很多是劳工阶级出身 对 工人阶级子弟 工人阶级子弟 那么包括说他们的歌词 以及就是 他们描述的这样一个状态 更多的欠缺于 就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下滑期 那种体验到的这样一些东西 他是把他的不满 或者说是把他的这样一些想法 直观的表达出来 这是彭克很原始生猛的这样一个 在这里就已经有 价值所在 那么包括说很重要的摇滚女士 潘利斯密斯 CBGB的精 就是这个时候 CBGB精神象征 就他也是 他自己的字述里边也是讲说 我看雷蒙斯说 我操太牛逼了 咱能这样 当时21岁 他开始的时候搞一些 就是说 就看起来很温逗兜的 这样一些东西 比如说天地教材 然后就文化人类研究 什么的 然后去CBGB看上去 我操 太牛逼了 是吗 他老娘也要做这样 后来成为了传奇 后来成为了这样一个传奇 包括说 他在Horses 马群 这张就画时代的专辑里边 就地狱化 当时就我 我上大一的时候 第一次听马群 地狱化震了 Jesus died for somebody's sins but not mine 就是耶稣死于某些人的原罪 但不是我的 我不承认你这个社会的原罪 我这么猛 对 因为在宗教社会里边 首先sins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每个人生来都是有原罪的 但是我不承认你这个社会 强加于我的原罪 这个概念可 太他妈反叛了 后来我就是个人话去 就是我大四的时候 就是有一棵 好像是那个饲料学 饲料学 对 饲料学 后来我他妈实在不会了 我就把 我就把这句话写的卷上 我交上 这么 老白 当然这么朋克了 我当时很朋克 对 我就把这句话写的 那个卷上 我就交上去了 你们老师 我他妈过了 你们老师也是 我他妈居然过了 我觉得可能是帕迪斯密斯 在帮助 还有这么一车 对 这是一个就是 小的花絮 不值得重视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就整个朋克音乐的 一个构型 基本上就完成了 在思想性上 它是反对一个 总体的复杂构建的 而且它反对 所有寄存的 流行音乐形式 尤其是被商业贩卖的流行音乐 这种多重性 也能看到 反对音乐的偶像 就是塑造 这和当时的华丽摇滚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华丽摇滚本身 它更倾向于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70年的爱豆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地下underground 这一部分 它其实完全反对这种 虽然说是 很多人是他们有偶像 但他们极力否认 这样一个形容 就是雷锋斯是我偶像 当然了 你看辛库还有 你是我的雷锋斯 对吧 但你可以说 它是精神启蒙 你绝对不能说 我是去做偶像崇拜的 一定不能这样 对 那么它的音乐性上 偏向三和弦 甚至更少和弦 就是干 就干 林几级的就是干 这个在后边 英伦摇滚这块 就更体现 更加直接一点 对 那么他们其实 对于纯粹的技术流派 是很敌势的 你还是凑一级的 先来炫技 两人混合查起 傻逼 他反对这种 就是很冗长华丽的曲风 在这个总体的乐曲表达上 他很倡导 这个颠覆性 叛逆性 他会发问 他会发问 包括说我们今天老说 愤怒青年垮掉一代 其实真正愤怒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这时候 从这时候开始 他所有的就是思想主体性 集中在什么 安体 反对 反对 我要反对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整个社会陷入停滞 甚至衰退的时候 主流文化 它无视问题 主流文化转身 第一 它非常慢 第二 主流文化 把所有的文化产品 视作商品 它要去贩卖这个东西 确实 而在贩卖这个过程中 你对这个商品提出质疑 没有我想要的商品 那不是 那不是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所以彭克会去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它会反对主流文化 提供的这个娱乐饲料 我们讲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面包和马戏 喂饱空人阶级 现在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面包没有了 经济在下行 面包没有了 马戏 什么他妈妈戏 就变成这样一种 就是很扯淡的情况 没有面包的时候 人们需要马戏 你还在持续到 看马戏有益身心健康 就是去你妈的 去你妈的 所以说 彭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 正式定型为彭克 彭克的这样一个 简单粗糙的 很灵力的 很直接的东西 其实是台上台下 是一体的 在台上表演和吼叫的人 其实就是你自己 台下就马上能感觉到 对 就无论是从技艺出身 我们讲这个时候 很多人 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 他不是说中产阶级 实际上这时候 中产阶级也在下滑 是 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表达的东西 没有技术 我没有技术 你呢 你也没有技术 所以说我们在音乐的 入门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是一体的 进而推断出什么呢 就是我们 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 他在社会阶级上一体的 当主流文化去引导人们 去购买商品 提出你应该做什么的时候 彭克给出的是一个相反的回答 就是我不 我不做什么 我不要做什么 即使我不明白我要做什么 我要首先明确 我不要做什么 这是彭克的本质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讲到 就是我们不要做什么 这个发展到一个极致 就是77年的这样一个英伦彭克大爆炸 就是纽约的彭克运动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正式定义为彭克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对 就这个时候 无论你称之为其中 置身于其中的哪支乐队 它是个彭克运动 没有问题 脱脱的没有问题 包括后世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波来的更猛 这就是76年 76年77年的 就是英伦彭克 终于说到了 七夕老彭克 这一波要大爆发了 他们来的是否更猛 这波是否猛到什么程度 他直接摧毁了彭克本身 是吗 对 这一波就是带来的影响如此之深远 以至于彭克在这个年代 他的运动之后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向灭密 他正式成为一个文化元素 进入到我们的方向灭密 OK 所以说 我看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就是我们在这留一个坑子 对 先留一下 留一下 放给大家听 主要是 对对对 我们下期再来说 大家听一下 下期我们正式进入到了 这个彭克出现的时代 英伦彭克的时代 你要说彭克出现 那我是不同意的 好好 好吧 我们听清楚不懂 对 我也进入到 行 我们这期先解到这 然后请大家 可以直接去听一下 第二期 好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